大學裡曾經罵過不少鬼言怪談 好像迎失者、鵝花池、牛尾湯 而當中最靈度無骨悚然的 一定是邊緻姑娘這個故事 又到哈羅惠,聽人說不如自己做 師父,我想知道邊緻姑娘 這個傳聞究竟是怎樣的呢 六、七十年代 很多人躲在火車偷渡到香港 傳聞有一個女生也是這樣 來到這裡準備跳車 但她有一條很長的邊緣 所以她在跳的時候 邊緣勾到車門,她跳下去了 頭皮和臉皮都整個脫開了 邊緻姑娘慘死 她的冤魂就要一直陪伴在學校附近 任為不散 自從發生了那段慘劇之後 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那裡走 看到前面有個女生在馬上走 她在走 邊緣很長 於是便很深 說你一個人在這裡走很危險 便走前幾步 小姐,我和你一起 在這段時間 女生轉過門過來 原來是沒有臉 就是這個地方 在這地方,如果我們自己走過 聞到有香味、臭味,你也不要承認 或者看到有人走過,尤其當然 如果看到有邊緣的 你也不要亂叫,對吧 因為邊緻姑娘 她肯定根本知道自己已經過了 師傅 我真是感覺到後面有人撩我 來,就這個… 真的好,那裡有東西來 走過來,走過來 這個…走那邊,這邊… 如果恐怖大學昭生 你又敢不敢來暴動嗎 快點來海洋公宇十月全城Halloway 百年香港鬼,一晚撞光了 我還會在海洋公園親身撞鬼 十月三十一號見